这礼拜的部分 大家就讲到有关 其实我们是把上一期 入门班的课程 里面提到326的班级查询这一题 延伸 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 如果是熟悉的范例 然后再延伸到 比如说像多工作表的运作 那当然会比较能够进入状况 因为有些太复杂的题目 反而你光了解那个题目逻辑 可能就花很多时间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一题 做哪一些动作 包含就是说 可以做查询之外 那我们可以再延伸到 比如批次新增工作表 然后 那批次新增工作表的话 可能他有三个班级 那我希望快速的可以 一班二班三班 那自动帮我把资料抠过去的话 这有什么好方法 因为原来的范例是这样 就是他这边下拉清单 当他下拉清单的时候 自动帮我把结果给做出来 OK 就是一班把一班的资料捞过来 二班把二班的东西捞过来 那上礼拜部分的话 我们是批次的 把这个一班二班三班 这个部分的资料 帮我把它捞到 这个我们要的 当然你可能首先 第一个你要学会什么 当你比如说执行某个按钮的时候 自动去抓某个清单 那当然第一个 我们上礼拜就讲到 第一个就是利用移除重复 移除重复 把这个部分的资料 先call到这边来 然后再做移除重复 那其实城市可不可以写这样的 写这样的城市会不会很复杂呢 其实不会有两行城市就搞定了 所以以后的话 你可以在很多地方 也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 然后先建一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里面当然包含就是一般二班 把那个重复的资料移除掉之后 所以第一个 移除重复的城市撰写 两行城市 你可以用colors 物件 把colors A 冒号A 点copy 你可以copy之后的话 copy到哪里呢 copy到这个L栏的这个L1 好 他会自动帮你把它call过来 那你再利用那个 有一个方法叫做 Remove这个Dubicate RemoveDubicate 你点只要是先range 你先把colors好了 你可以用colors 比如说我这一栏的话 我就colors L 冒号L 点removeDubicate 然后跟他讲说 我是只有一栏 所以逗点E 那后面的话 他好像还会问你说 你有没有标 有没有那个 就是栏位名称 有的话你就是yes 那他就把这个移除 就剩下这样 那一般二般三般 我们在利用什么 利用上礼拜讲的 用那个 shits物件里面的 点add的方法 那add后面他会提示你说 那你请问一下 你add到哪个位置啊 因为工作表有左边 左边就after 右边的话呢 我跟上 左边就before 右边的话就after 那我们是用那个shits 刮胡shits.com 就告诉他说 我要新增到最后 那并且呢 点rem的属性 就是他的名称 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这里 然后再把我们查询到的资料 分别搬过去了 那上礼拜东西 那细节部分的话呢 如果有些假设你已经 有些细节假如忘了 你可以参考一下那个 就是YouTube上面的影片 有些细节 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理念 我们上礼拜讲到有关P4新增 并且把资料放过去 就我刚刚讲的部分 另外的话呢 当然你有新增的嘛 123 可是如果资料更新之后 可能要删除的话 那你可以用delete的方法 去词 刮胡哪一个 通常是第几个啦 那你可以跑个回圈 那我讲过 你可以从后面删回来 有没有 后面就shits.com forI 等于shits.com 到第二个嘛 然后呢 反向删除 不过后面记得要step-1 那但是他会有个 就是一直提示说 你要不要删除 不过20 好像2016以后的版本 就不会提示 不过之前的版本 其实都会提示 那你记得把 application.displace learn 等于false 这个可能要把它关掉 如果你没有把它关掉的话 它会一直跳 那当然 我们这边虽然有三个啦 可是你要点三下 如果你有100个工作表 要删除的话 你可能要按100下 当然不合理 最后上礼拜我们有提到有关什么 怎么样再去跟资料库做连结 那当然比较常用的是SS资料库 虽然现在SS资料库用的越越少 不过其实站在就是说 单单是储存资料 尤其是储存大量资料 第一个可能如果你资料大 我还建议你放资料库会比较好 第二个的话查询效率 相对于ESAL也会比较快一些 那再来的话 怎么利用ADO 因为如果说你要跟 SS资料库做沟通的话 那在那个 这个VBA里面有一个ADO物件 不过它是外挂 所以你要用Create Object的方法 去把这个ADO的物件 它里面有个Connection的一个物件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去做 那个跟资料库连线 上里面有讲过 当然不只是SS 其他的资料库都可以连线 那你只要到那个有个网站 ConnectionStreet的网站 你可以找到对应的那个方 对应的连线自串 然后丢给它 它就帮你连线了 其实都蛮多的 像Mysicode 其实用蛮多的 Oracle MSCode 等等的 其实只要是资料库 它上面都有ConnectionStreet 意思就是说 只要ConnectionStreet 也就可以连接了 不过还有一点可能要注意 除了ConnectionStreet之外 另外你要确定一件事 就是说 你连接的那个资料库 总类 在你的电脑里面 有没有驱动程式 还要驱动程式 因为SS是微软的 所以它SS驱动程式 已经预设就已经安装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什么 用Oracle的话 很抱歉 或买Seql好了 那个驱动程式 因为它不是同一家公司 所以它没有帮你预先安装 那如果说你要连线 其他的资料库的话 可能你要确定一件事 你的电脑里面 有没有那个资料库的驱动程式 如果没有驱动程式的话 也没办法连接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其他的话 当然就是怎么样去写入 资料库的语法 我们要insert into 所以里面还有就是读取的话 用slate 这上礼拜有讲到 其实非常重要 主要就是叫Seql语法 那Seql语法 我们主要学会至少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是如何增加一个资料表 你已经有资料库了 在资料库里面 我要建一个新的资料表 对 有点像工作表 然后这个里面有对应的栏位 可能有五个 比如说我们有五个栏位 那我就给五个栏位 有四个栏位就给四个栏位 那再来的话 学会怎么样 把资料写进去 因为最重要就是你建了一个空的资料表 那你要把资料写进去 再来的话写进去之后 还要把它读出来 读出来之外的话 你可能可以怎么再做一些关键字的查询 这上礼拜讲的部分 所以如果有些细节 假如回去实在是还是不太懂 我建议回去一定要多听 多练习 像这难度 其实如果跟入门班比起来 相对的应该是又更上很多层楼了 OK 所以如果说你没有花时间的话 大家把这个学会其实并不容易 那再来的话 因为有一些有同学发了一些问题 那我是把它放在那个单元01里面 所以你在云丹白板里面找到那个单元01 那打开之后的话呢 有同学问的这个问题 这问题是 所以第一个你把那个 这个把它下载 叫寻找 我把它改个名称 它的问题是这样 它的问题是 其实它把这个逻辑弄得很简单 就是说 如果呢 把它启用 它的逻辑是这样 就是如果呢 它的这个前面A栏的次串里面 假如有 有没有 就是这个 这个有个负0 跟一直到负1负2负9 反正呢 这个之间只要有这个减开头的 然后减0 减1减2 只要像相关的次串 那后面的话 它就希望显示成Apple 那不是的话呢 比如说它就里面没有 那就orange 甚至里面是空的话呢 也是orange OK 类似有这个 如果是空的话 也是orange 或是有点点状况 可能再看一下 那写的方法 当然我们前面讲过了 要不就是说呢 你如果就把它删掉好了 看说向下 OK 那当然解决的方法 OK 当然不是突发炼钢 请各位想一下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完成 最快的方法完成它 那当然第一个啦 如果说你要用什么 如果你要用那个插入函数 里面去找什么 当然你可能要想说 如果要找负0到负9 那也会有10个 所以呢 你要去 当然你可能 那些函数你可以用什么 fine或search 有没有 fine或search 里面只要有什么 这关键字 可是问题有10个 那10个你岂不是要用 那个if逻辑 你要里面要 放那么多层 所以基本上 用那个内建函数 基本上应该是不可行的 所以像越复杂的逻辑 真的越不适合用内建函数 反而就越适合用VBA OK 但是用VBA的话 那那个同学已经写出来了 只是说 他觉得写出来的那个逻辑 感觉程式太复杂了 他想说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我看他是 我把那个程式在开发人员里面 我看一下 他已经 这个 范例里面 我是没有 我是把他的程式给拿掉了 所以你们打开之后的话 里面应该是空的 就是这边里面的话 应该是空的 所以请各位 试着怎么样 插这个模组 OK 然后呢 一样 VBA 要不就按按钮 要不就是自定函数 自定函数的话 就是给一个type number 然后呢 我给他结果 是apple还是orange 其实apple就是负0到负9 然后呢 没有就orange 空的 比如说这里面是空值的话 那也orange 如果里面没有负0到负9 也是orange OK 那他是希望说程式能够写得越 简短越好 因为前面我们讲的 就是用那个 如果多重逻辑判断 那他写的就if else if if是负0 然后他用in3函数 寻找函数 我们之前有讲过用file函数 你可以在VBA用in3的函数 但问题是 他这个逻辑判断要负0到负9 结果他就一直判断下来 光写就要写超过20行 因为逻辑判断 一个逻辑就写2行 他觉得这样太麻烦了 那当然有没有更快的方法呢 其实如果再还没想到最好的方法 其实可以解决问题是最 当然是眼前最重要的 不过你可以思考了 其实负0到负9 基本上如果他有一个连续性 有没有 0到9 OK 但是问题来了 就是说他放在这个字串里面 0到9是数字 可是放在里面是文字 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件事 要转型的问题 有没有 可能你也许你可以跑个回圈 for i 等于0到9 OK 但是呢 他0到9是数字 但是你要变成 这边负0 有没有 其实负0这个应该是一个字串 那你要怎么样 把它转换成字串 可是要怎么转成字串 你不能说直接 给他一个负的吧 for i 等于什么 不行 反向逻辑 也许这可以想想看 两种方法 看那方法 最快的把问题解决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我刚刚的这个问题 我是把它放在云端白板 我们之前讲过 先试一下 就是想想看刚刚的那个逻辑 有没有比较快一点的方法 如果没有 那你变成你要一直 一直不断的在做 那个if else if的逻辑判断 不其实说真的 如果你可以写的出来 已经算不错了 那当然接下来就是 你要怎么样让程式更加的简化 那你要让程式更加简化 其实有的时候 是非常需要经验的 OK 你如果没有那个写程式的失利 可能还不够深的话 其实应该是说 你有没有试着去 用不同的方式去转写程式 那很花时间 可是如果说你有经历过 这种不同的写法 然后呢 你自己就会去比较说 各种写法 那到哪一种写法 是最 最精简 OK 那其实我以前 习惯还是这样 每一种方法都给他试着写一看 我最后得到的心得是真的 最最后的感觉是 我当然 程式真的越短越好了 所以要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程式越短越好 第二个的话呢 程式的逻辑越简单越好 你千万不要把那个 简单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因为如果太复杂的东西 最后你自己都看不懂 你到底在写什么 那就麻烦了 所以程式真的要 越简单越 但也不要写得太高干 像坊间的书籍里面 是写得很厉害的 当然物件导向写法 可是很多人 对于物件导向的写法 其实不是那么熟悉 那你会变成 你会不了解 那种写作的方法 反而会有更加的 更多的盲点 所以呢 慢慢你要 应该是说 你要能够找到一个写作的方式 其实是比较符合你自己的习惯 然后你一看就知道 那种写法是你习惯的写法 那你就越写越顺手了 OK 所以你可能要慢慢去找一种方式 如果刚开始 当然你们还没有听到那个状况的话 可能就是要去找别人的 那个source 别人的城市来做模仿 OK 所以我们入门班里面 也蛮多的那个范例题 其实就是希望你们有模仿 慢慢在熟悉 熟悉之后 慢慢懂得去变化 OK 那像这一题 请各位可以先试试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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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